警方早前接到線報 只有黑幫分子企投於星期六 在天水圍天華村結集 準備向仇家報復 元朗警區反黑組第二隊 連同天水圍分區特遣隊人員 迅速採取行動 以涉嫌非法集會罪名 拘捕24名年齡屆扶13至25歲的本地男子 探員又在附近截查一輛白色黑貨車 在車內和車旁 拘捕7名12至32歲南亞裔男子 並且檢獲曲棍球棒、棒球棍 以及鐵蓮花 7人以涉嫌非法集會 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警方相信行動已經成功壓止一場 醞釀中的黑幫私殺 有人承認會拿這些武器來泛濫 以及針對敵對分子作出報復的行為 警方對這些行為是嚴重重視 警方不排除稍後會再有類似的行動 以及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至於被捕的12歲南亞男童 是初中學生 警方承認不排除有黑勢力 滲入校園會極力壓止 ONTV都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東網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選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對 招止 減煉 火 會 對 是